HOLDING ON TO WHAT I KNOW TO EVERYTHING I'VE LEARNED WHAT IS REAL AND FABRICATED WHAT IS WRONG WHAT IS MY PROBLEM WHAT CAN I GET OUT OF THIS WORLD THAT I CREATED FIGHTING STORMS IN MY HEAD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I'M ALONE NO ONE TO TURN TO NO ONE UNDERSTANDS SHIT TOO COMPLICATED 大家好,IKEA在6月推出了3款榴槤甜品 分別是D24榴槤新地桶、特隆D24榴槤新地 和榴槤榴槤芝士塔 D24榴槤新地桶和特隆D24榴槤新地有何分別呢? D24榴槤新地桶賣9元,特隆D24榴槤新地賣19元 過要10元就是特隆D24榴槤新地多榴槤蓉 這個特隆D24榴槤新地未吃就已經聞到榴槤味 雪糕表面有些榴槤蓉 雪糕的顏色是米白色 份量其實也不是很多 可能是比新地桶多些 先試一下雪糕 雪糕本身已經有榴槤味 不過味道不算太濃 然後就試一下榴槤蓉 它的榴槤蓉聞起來是非常香的 入口就有榴槤那個甘甘的味 還有榴槤的甜味 非常好吃 榴槤雪糕再加上榴槤蓉一起吃 味道一流 這個雪糕的質地不是很滑的一種 它就寫著是用燕麥奶製造的 熱量是比傳統的奶類低一點的 還有素食者都可以吃 非常之好 然後這個就是榴槤榴槤芝士塔 是賣13元的 是比我想像中大個的 還有賣相都挺漂亮 焗得不錯的 聞起來就有榴槤和芝士的香味 外皮就像是曲奇蛋撻那種的曲奇皮 看到裡面就有些白色和有些是米色 我估計白色就是芝士 米色就是榴槤 它這個撻吃下去芝士味很重 一入口就是芝士味 然後才到榴槤味 榴槤味比芝士味淡 但整體都蠻好吃的 題外話 幾天前在街市買了金枕頭 19元一磅都算便宜 拆開之後都很多肉 而且都很大塊 不過榴槤就不夠熟 吃到榴槤味就比較淡 吃幾多塊都滿足不到想吃榴槤的感覺 但今天吃這個特隆Dia吃榴槤新地 就已經滿足到我了 真的不錯的 最後提提大家 榴槤榴槤芝士塔 供應日期由6月1日到6月30日 而這個D24榴槤新地桶 和特隆D24榴槤新地 就是由6月1日到7月21日 有興趣就買來試試吧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留言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失我最新的影片了 喔